現在我們要上的是河川、湖泊跟冰川 這裡有一些東西會考,但是會考都教過了 所以就看一看就可以了 一個叫河流,這個叫做地了,是應該有講過 老天爺下雨下下來,有一些會滲到地裡面變地下水,到後面會澆 其他在地上到處亂爬,受重力影響,水往低處流 地上亂爬叫做浸流,浸流就會會變去變成河川,然後流到湖泊跟大海 這應該第一老師提過嘛,什麼重力啊,什麼浸流啊之類的 然後呢,就是講過會考的,流水是輕蝕的最主要作用力 那個流水在流動的時候,就造成輕蝕搬運跟沉積 然後呢,兩句話意思一樣,一,流水是輕蝕最主要的作用力 二,流水是改變地表形態的最主要作用力 這個考過,交過了,交過了,OK 那剛才講,流水會輕蝕搬運成績,流水的輕蝕搬運的力量跟什麼因素有關 我們找一位大帥哥 29,29號 來,請告訴我喔,它跟什麼因素有關 兩個字 流速喔,你確定嗎?確定 確定,有人抱歪了是喔,OK 流速快,輕蝕搬運兩強,流速慢,輕蝕搬運一差 怎樣會影響流速,這寫什麼坡度啦 寫了坡度,坡度抖,或流量大,流速就快 搬的東西就多,搬的就比較大顆 結果後來力量不夠就會沉積下來 所以呢,摩擦力如果大,流速就慢,這很正常,李華老師都教過了 所以,我們說,影響到流速的因素有坡度、流量、摩擦力 這裡寫個正比跟反比,就看 這個正比跟反比沒有數學意義 數學上要成正比,是我變兩倍,你要變兩倍都要成正比 這裡沒有,這只是告訴你說坡度大流速比較快 坡度小流速比較慢,沒有數學意義,沒有數學上的意義 就是這樣講的意思而已,就是我們前面也跟你講過了嘛 坡度、流量、摩擦力嘛,影響流速 這個,古時候的課本有交,現在沒有,OK 湖泊,就是積水成湖嘛 比如說阿洞,就積水成湖,有分淡水湖跟鹹水湖 誰就是鹹的嘛,多鹹 五度以上,鹹度,什麼是鹹度?這個 這個鹹度,重量百分濃度 需要複習重量百分濃度嗎? 有勾起的回憶嗎?李化老師教的 那因為通常濃度不大,所以不是用百分比 而是用千分比,千分是多少,千分多少 重量百分濃度,叫鹹度 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五以上 這個呢,就記一下,有人會問過 那重點是,這個鹹水湖通常就是所謂的內陸湖泊 只有入口沒有出口,然後再曬曬曬曬曬曬,就會變鹹了 那這裡有一些有名的鹹水湖啊,石海啊,大鹽湖啊 就看到這個,石海,石海的鹽度要百分之三十五 是一般海水的十倍,一般海水的十倍,然後鹹水湖 那這個鹹水湖,鹹鹹的就可以幹嘛呢? 可以用來做鹽田採鹽巴,採鹽巴,OK 然後呢,這個,我教過的,地科老師教的可以不要理他 內陸鹹水湖泊最多的是青藏高遠 但是地科老師教的,可以當作沒看到 後面應該是地老師教過的,對不對? 李海,地理老師有教過的要會,OK 最大的鮮河湖,李海,地理老師有教過的要會 所以地科老師教過的要會,就當作連看到就好 OK,不用管,看一下清晶環就好了 好,鹹度剛剛跟你講了 淡水,我就是淡水嘛,就是淡的嘛 通常就是有連通的,像我們的日月潭啊,流過來啊 再去接濁水溪啊,然後再去連到,就是台灣海峽 台灣海峽,所以它就要淡水,就要淡水,OK 就下雨多啊什麼什麼之類的 然後最多湖國是這個,來 後面那個萬湖之州是地科老師教的 可以當作沒看到 千湖國是以後地老師會教 你們還看這個教到北歐嗎? 北歐還沒教嗎? 教到北歐就會教千湖國,不是嗎? 反而地老師會教的人就跟我記好,OK? 地老師會教的人就跟我記好 只有一個老師教的,就當作沒這回事 不換了它,沒關係,OK? 好,建湖國,分來,很多,OK,好 那如果有什麼功用啊? 可以蓄水、灌溉、發電、養殖、航運啊 照光、觀光、日月潭嘛,觀光嘛,對不對? 但是它也會有危害啊,氾濫、塵災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所以多的事情 不過這一件事對台灣而言,基本上不重要 台灣,我已經活了五十幾年了 也沒有聽過什麼日月潭犯案存在過 大陸什麼洞庭湖、貝洋服務 才會有什麼氾濫成在啊,什麼之類的問題 這讓台灣比較沒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台灣的湖泊也沒有太大的功能 當然有,有啦,灌溉還是有,就是看一下 所以欣賞一下,看看就可以了 不用太在乎,不用太在意 OK,就是跟各位介紹 那個叫做 流水跟湖泊 把記一下一些東西就夠了 可以嗎?可以